我的杂货店现在要开张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浪漫哥 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还是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 很多朋友在说 你怎么今天说是杂货店开张的呢 因为前几天有个老铁 在留言区留言 说我的频道 他就是杂货店 然后我仔细一想 确实如此 我的频道什么都有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左边监控 右边翻墙的 都有 确实是都是杂货店 没有错 所以我就来了一个 我的杂货店开张了 今天聊一个事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前段时间呢 有一个因为自己家安了那个网络监控器 才发现他们在虐待孩子的那么一个视频出来以后 我们广大网友啊 一起去声讨啊 痛不心的都淹死他 这些狠毒的父母嘛 太狠心了嘛 但那个爆料的人也是受到了一些治安处罚 其实呢 他这个治安处罚呢 说句实话 我个人理解啊 对的 原因就是 是我个人的隐私 你通过你的后台 知道我家里的所有情况 是暴露我身上的隐私 虽然这种恶的事情被你发泄了 你去报了 这是你散了一点 但是你恶的地方是偷窥的欲望 虽然我也想偷窥别人 但是那是别人分享出来的 哎 我看着偷窥的一些视频吧 其实也不太好意思啊 虽然都有那种偷窥欲啊 但是自己的隐私要保护嘛 啊 不能说我装了个摄像头以后 你在后台就知道我家里所有情况了 那你所有的后台都在别人的掌控之内 对方只要知道了他的那个管理员密码 他就可以登录你的所有的个人账户 看你个人的隐私 既然我们普通人都有偷窥的欲望 难道他不是普通人吗 他更有强烈的欲望去偷窥你家里的所有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希望我自己的老体啊 能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不要被偷窥狂 这拨人看到 其实很多人在想一个问题 就说啊 你家里装那么多摄像头干什么呢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 装这个摄像头的目的有很多种 其中有一种是 先是我们的小动物是什么情况 保姆 照顾孩子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 我做父母的这些都要清楚 包括店铺 房道啊 这些啊 都是必须需要的 那我今天呢 做群晖系统下面 做了一个网络监控系统 后台的监控教程 其实群晖系统这个机子不贵啊 低至几百块啊 高至几千块 反正看你自己的需要 反正便宜的我有啊 贵的我没有 如果是便宜的话 你就要考虑一个电源的问题 如果硬盘多的话 就建议换好的电源 基本上已经OK了 没有出大问题了 那我就现在开始吧 那我们现在进入群晖系统 进入群晖系统以后呢 我们到套件中心 点进去 这边有个所有套件 这时候我们在点 这边有一个所有事件 影像监控点进去 有这么一个文件 我们把它安装套件 耐心等待 下载完以后 它有这个界面 其实在之前 它还有个界面 就是要你存储在什么位置 我以前已经安装过了 它就不会出现那个状态了 你可以选择 你的硬盘的那个位置 就行了 硬盘大小的位置 那到了这个地方呢 我选下一步 再写应用 这时候我们就等待 它安装完成当中 就等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它已经安装完了 咱们打开这个界面 打开以后 它就进了这个监控系统的后台 我们把它关闭 如果你有很多网络摄像机的话 那你就点这个网络摄像机 然后呢 点新增添加 如果在同一个局域网里面的话 你这里面有个搜索 添加摄像机 然后搜索一下 它就把这个网络摄像机 就匹配上来了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 手机的 当监控的一个方式 那我这边有一个苹果手机 那苹果手机 现在目前为止是断线状态 那我教大家如何去下载 跟安装苹果手机 跟安卓手机的APP 我们先点的这个应用中心的这个界面 进去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搜索栏搜索 CAM 回车 这时候有两个文件 第一个APP是DS.com 这个是管理这个后台的这么一个APP 大家可以下载 然后可以管理这个后台的一个界面 这个APP呢 是你的手机可以当网络摄像头用的 这么一个APP 我们先下载这个APP 点击这个位下载 它会出现这么两个 让你扫描的 如果你扫描下载不了的话 其实还有办法 如果是苹果手机的话 那你就在你的苹果手机的商店 输入这个名字 然后点获取 就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安卓手机也是一样的 同样的道理 下载下来 然后进行安装 安装完了以后呢 它给你输入 第一个栏目 输入地址 那你输入你的地址 第二个栏目输入你的账号 第三个是 输入你的密码 那下面你选择登录 那它就登录上去了 我现在演示一下 效果是怎么样的 我那边苹果手机 你安装好了 我就 安装过程就不演示了 我演示效果吧 那我现在看一下 录制中心 录制这边的话 是有没有文件 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这都没有文件 我现在都没有配置 任何的东西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现在看 实时图像点进去 也没有任何的东西 那我这手机 已经安装好 这个APP了 那我点那个 手机APP 进去 好 点击登录 已经登录上去了 我们开始 点开始 看到没有 这就是效果 这些网络相当调 就开始使用了 其实到外面的话 也都是一样的 而它自己的本身的里面 是不保存的 那把它关闭 我们把它关闭以后呢 它已经这边显示出来 已丢失 那又已经关闭了 然后把它打插 我们看一下录制什么情况 点一下录制 这边就已经下载 这个位置一定有了 其实它可以添加 很多的网络摄像头 我们点击一下 看一下 效果怎么样 我们也可以下载 下载下来 可以看里面的监控的内容 我们点下载 这个时候 它可以选择 多长的时段 多长的这个过程 你可以选择下载的时间 就跟网络监控是一样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 网络监控的后台嘛 所以说就等于说 你自己拥有了 这个网络监控的后台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的朋友 请订阅我的频道 给个赞哦 再见 拜拜